上回书咱们说到四爷赵虎要逞能 他手底下这套领帮也真能给他出主意 让他打扮成一个要饭的 这四爷往前走 走着走着呀 哎呦这脚怎么那么疼啊 看前面一座小庙 查整查往前走 走到这庙前拾劲上 四爷一屁股坐下来 把这鞋拿下来这么一看 嘿呦这鞋底啊 这钉子都扎透了 四爷气坏了 把这鞋抡起来啪啪啪 就在这尸街上摔 摔什么呀 把这钉子好摔下去 没想到京东庙里的和尚 这和尚把门这么一开 为什么呀 他以为有人敲门呢 我说你这要饭的怎么在这摔鞋呀 嗯 管我叫要饭的 四爷抬头一看 是个和尚 心说呀 问问他 哎和尚 哎你知道不知道 女人人头 男人之身 呃这个男人人头 呃女人 之身 哪去了 这和尚心说 这纯粹是个疯子吧 你怎么在这胡说八道啊 什么女人身男人身的 巴唧 把山门关上 进去的不理他了 嘿 四爷自个儿也乐了 那我怎么信口开口 活八道 我不是私访吗 他叫我要饭的 我是要饭的 瞧我穿这身 他 要饭的 我就得学要饭吧 四爷把这鞋底说好了 站起来 要饭就要饭吧 没学过呀 琢磨琢磨 哎 我说哪位心眼好 我赏我一碗半碗的 哎 瘦的也行 黄的也行 嘿 这要饭的还想喝酒 叫唤半天没人理他 哎呀 我这么周哪能私访得出事的 怎么立这宫啊 他着急呀 往前走 往前走 走着走着 一看太阳快到山了 哎呀 呃 这四爷 这四爷赵虎往前走着走着 前面可有我村子了 突然间 唰 一道黑影 四爷眼睛间 这个黑影就跳进一家的后墙 有打这后墙子就进去了 嗯 四爷心说天刚黑的小偷就出来了 我跟着瞧瞧去 我跟着瞧瞧去 人家在说我怎么办呢 得嘞 反正我打扮成要饭的 这要饭的 非偷即摸呀 得嘞 我也跟着进去 进去就进去呗 他把这黄瓷瓦罐放下 把这打果棍扔了 把这破鞋一甩 光着脚丫子 望这些一趴 然后望成这么一种 撑的一下 也搭着墙头挨点 这四爷就上了墙头了 梦里一看 里边呢 有一个柴火洞 四爷又打这柴火洞 这往下一出流 出流下去了 嗯 嘿 就在这柴火座 旁边趴着一个人 四爷一伸了 就把他按住了 干嘛按了 嚷 嚷我就气死你 哎呀不嚷不嚷 爷爷请您饶命 干什么的 偷的什么东西 啊 快说 哎呦 哎呦 我家叶青 家里我还有八十多岁老妈呢 你要把我弄死 我妈可就别人管了 我可是头一回 干这嬴事 偷什么了 啊 什么也没偷的 什么也偷的 就让你按住了 这四爷一边问呢 一边就查 一看地上呢 露出一条 白圈 四爷往上一拉 嗯 一看这圈呢 在这地里头埋着呢 可这土挺松 望出 抖 越抖 越长 越抖越长 望出 一抖了 嘿 女人的腿 女人的脚 穿着一双小小的金帘 四爷望出使劲的迷拽 可傻了 里头是一个无头的女士 好啊 你杀了人还跟我这儿胡说八道啊 实话实说 这人是谁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我告诉你 你看我是要饭的 我可不是要饭的 我是开封府包的人阁下 四爷赵虎 我可是校尉 我是朝中的官员 啊 哎呦 这叶弦下的呀 魂飞天外魄散 九霄 赵爷 赵大人 小人我做贼偷东西是实际 我可没杀人呢 好小子 我先把你捆上 这白卷条挺长 四爷赵虎就拿这白卷条 把这叶弦捆上了 又怕他嚷啊 呲了一下 撕起一块的 一捏这叶弦的鼻子 叶弦一张嘴 得了一件五成的一杯 拿这白卷条 就把这叶弦嘴给堵上了 小子 好好在这等着啊 老爷我去去就来 撑了一下 四爷赵虎顺着柴火柱 就跳出墙外 也不要这黄色瓦罐了 这打狗棍 跟这破鞋也不要了 光着脚不压的 啪啪啪 往回就跑 直奔包的人公馆 跑到公馆这了 这套令奔正在这等着呢 哎呦 四爷您怎么快就回来 天交出口 您查出什么了 查出了 蹦极了 二华不说 这四爷赵虎 撒腿如飞 就奔着公馆大门 您想想公馆大门这 能没有人看着吗 里边是青柴大人 一看跑来要饭 干什么的 后站 四爷一升起 拿手往左右这么一使劲 啪这么一分 这边趴下俩 那边趴下俩 四爷可跑进去了 这几个人刚要嚷 透领帮过来了 别嚷 这是什么四老爷 啊 你们四老爷 怎么这个模样啊 这几个人才起来 四爷照火往里走 正好包心 就搭里边出来 四爷一伸手 砰 就把那包心交住了 好事好事 这是谁啊 哎呦 我这腰发的 你怎么进来了 哎 我是四爷 你是四爷 快快快 叫醒包的人 就说我赵虎有事求见 哎呦 这包心这才听出来 确实是四爷赵虎 我说愣的爷 你把我吓死 哎呦 快去告诉包的人 有急事求见 等着 包心进去禀报包的人 包的人传下话来 包心就把赵虎带进来了 参见包的人 包的人一看赵虎这模样 包的人也乐得 赵虎啊 什么事啊 赵虎就把自己出去私房 遇进叶千 把叶千捆成了 那有一个无头的女士这件事 禀报了包的人 包的人可乐坏了 来啊 在 包心啊 马上让四明差役 立刻去 两个人看守尸身 两个人把叶千给我带来 包心出去传包的人的话 包的人一瞧赵虎 赵虎啊 你这件事办得真不错 还不回去更衣吗 是是是 赵虎退出来了 这套领帮伺候着 四爷 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 哎不错不错 赏里十两银子 这位呢 要得了十两银子 咱们单说 这两名差役 看着尸身 两名差役 就把这偷东西的叶千 带回来了 带到包的人面前 跪下 这叶千就跪下了 包公看了看着叶千 你姓什么叫什么 为何杀人 讲 哎呦大人的 小人我姓叶 我叫叶千 家中有高堂老母 我妈可八十多了 穷啊 我没办法喂养活我妈 我才做贼 没想到头一回 就被人对着了 那老爷请您饶命 包公一听啊 这绝不是头一回做贼 这是做贼做长了 一张嘴 家中有高堂老母 你这做官的要连母之心 你就不治他罪了 包大人哼了一声 你做贼 毅然犯了国法的 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呢 哎呦包大人 小人我偷东西是真的 我可没杀人 好个凋饿之人 既不肯招 来呀 拉下去 给我重打二十大板 啊 这叶千一听打我二十大板 叶千瞧了脚自个儿 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挺瘦的 二十大板还不挽骨头打碎了 得嘞 我大人您可别打我 我叶千的时运可太不好了 上次那么多 这回那么多 怎么那么冤枫啊 好 二十大板 吓得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包大人听出来了 话里有话呀 上次怎么着 讲 哎呦 上次也没怎么着 好 既然如此 给我长嘴 老爷 别长嘴 您看我腮帮上没肉 跟您说 您别生气 我说 请 大人 我呀 住在白家婆 我们白家婆狗有个姓白的白猿外 他姓白叫白熊 哎呦 我呀 尝尝他们家去 您可不知道 他给我生日 没人伺候着 他人缘不好 我帮着张着张 讨点好 事成之后 我想老俩赏钱 这不地呢 您得赏我点遮罗吃 嘿 跟您说 他不怎么样 他这管家白汉 那小子更不怎么样 小气极了 没想到我帮完忙了 一点赏钱没给我 连点杂货菜都不给我吃 我一生气 我上他们家偷他们家 叶浅 你刚才说 你是头一次做贼 那可是刚才呀 你这么一说 你那天上白猿外家 家到今天可是两次做贼了 大人 我偷白猿外可是第一回 偷了什么 讲 大人 他们家到我熟 我从大门溜进去 奔东屋 我就藏起来了 您不知道 这东厢房啊 那是白猿外的爱妾 她爱妾叫玉蕊 我知道 白猿外竟赏他东西 我知道玉蕊的箱子里的 柜子里的竟是值钱的 我藏进去了 正在这时候 有人呢 拿这手指头就弹这格杉 玉蕊一开门 进了一位 我暗中这么一瞧啊 就是白猿外他们家的主管 就这管家抠门的白鞍 哎呦 我一瞧这白鞍搂着玉蕊 俩人笑嘻嘻的 就进了宵禁帐了 时间不大 他们俩睡着了 嘿 我就悄悄的把柜给打开了一摸 里边有个木盒子 品重 准时好东西 我就偷出来 有打墙里边 跳出墙外 我回家 等到的家中 我一看上边还有锁呢 旁边有钥匙 我高兴 拿这钥匙 把这木箱的锁头打开了 打开这么一瞧 可把我吓死了 大人 里边是个人头啊 大人 您说我偷东西 怎么那么倒霉啊 啊 我上边偷人头 今天偷东西 偷一死尸 所以小人说上次这么着 这次这么着 您说我是不是食云不佳呀 包大人一听心中一动 我来问你 这木匠之类的人头 是男人头还是女人头 是个男人的人头 你将这人头埋了 还是报了官了 也没埋 我也没报官 那么人头 那么人头何处去了 人说那我拿着人头 他偷我 偷我 偷我 讲 他人 我们村啊 有个老头子叫秋凤 我有一回 我偷他的窝窝窝 这可是三次做贼了 哎呦 大人呐 您别给我算数了 我偷窝窝 可是偷一回呀 好家伙 这位偷谁都是第一次 大人 这秋老头的急了 啊 他把我对着了 他拿这绳子 他站上水 他抽我呀 差点给我抽死 我恨他 我这回就把这人头扔他们家了 包的人点了点头 那呀 把叶谦带下去收入监中 那呀 两名牙医去拿白安 另外两名牙医去拿秋凤 归啊 是 四名牙医走了 到了第二天 包大人刚刚起来 还没升堂呢 包星进来了 大人 看守女士的差人 回来一个 有要事禀报 好 让他进来 包星传话 这人进来了 大人 小人 昨天晚上奉命 看守死尸 今天早上 一查 这个院子 就是卖猪肉 正途的后院 前面已然锁成了 所以呢 今天 前来 禀报大人 哦 包大人 这回明白了 女人的人头 就对上 女人的尸身了 你回去看守 尸身 是 这人走了 包大人 立刻传下话来 升堂 牙医三班 喊罢了 唐威 包大人 头戴乌纱帽 身穿猛袍 腰横欲带 足灯 关靴 坐在桌 岸之后 带正途 正途被压上来 叩见青天大老爷 正途 你自己杀害人命 还要把人头给了韩瑞龙 你为什么做出这样不仁博弈之事 我问你 你既然不知这女子人头是何处而来 为什么你家的院中买着女子之事 穷使刀来 两旁边 牙医三班 高声寒嚷 快说 快说 这正途可吓坏了 他在南间压着 他以为的女人的尸身呢 是包的人派人在他铺子后院给刨出来的 他可不知道是四爷照护意外发现 这正途想了想 大人 您既然查出来 我有招 讲 大人 那天我鼓起来 我刚要杀猪 听见 后门响 我一开门 一看 是个女人 长得挺漂亮 我就把她让进来 我反手刚一关门 就听见外边 有人追 还有人嚷 快找啊 哎呀 我们找不着啊 这几趟街都找遍了 哼 可能藏起来了 好吧 他能藏到哪儿去 天良再说 哎 这今儿的给我找 大人 说话这声音我挺熟悉 我知道是谁 哎哟 这是个老宝子呀 就听老宝子带人走了 我掌声灯光一看 这个年轻的女子长得太美了 我就问她 她就跟我说了 她叫金良 被人拐骗 卖入烟花 是个良家女子 因为蒋太守的儿子 以仗自己有钱有事 花出钱来 把她买出烟花 要娶她为妾 这个金良呢 就假意逢迎 兴奋之夜 把这太守的儿子灌得鸣丁大醉 她跑出来了 我一看这个女人太美了 而且戴着满头猪翠 我想啊 这满头猪翠 之前呢 我要把这女子留下 嘿嘿 多好啊 没想到我跟那女人一说 她不干 我呀 顺手提起刀的 我吓唬吓唬刀 也不知她脖子怎么这么软 这刀一碰着脖子 咕噜一下脑袋就掉了 小人我看见这个女人死了 我就把她外边的衣服脱下来 把她尸身就埋在我后院了 我刚想啊 把她头上的钻魂首饰 我就听外边人叫门 买猪头 我赶紧把灯吹了 后来我一琢磨 这玩意死的人人名一条啊 买猪头 干脆 我把这人头包上 当猪头我给他 谁买猪头 让他把这人头给我扔了吧 跟我就没关系了 大人哪 小人我也是一时惊慌 一时糊涂 哎呦 我就把这人头用店铺包好了 我就把这人头 当猪头 给这位韩相公了 也该找 他没拿家伙 我拿这店铺一包 他也没瞧见 老爷 就是这么回事 没想到 把这尸身您给搜出来了 可怜小人 我杀了一回人呢 什么东西我也没得着 哎 小人我冤了 包在这心说你还冤呢 啊 来 化工 师爷把供词拿回来了 这位正途 化了供 带下去 牙医三班就把这正途带下去了 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 回禀包的人 秋凤拿到 带上堂来 这位秋凤啊 胆是真小 一看包的人 不怒而为 再看旁边牙医三班 各吃边门锁棍 好家伙 望第一个 哎呀 大人你蒙神 我全说 我全说 我跟你说 那天夜里头啊 外边鼓动一响啊 我以为有人偷东西 我出了一看啊 一人头啊 我还怕呀 我就让我手下长工留三 哎呦 我说你埋了埋了去吧 我给你钱 埋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 您呢 就问问留三 就知道了 留三现在哪里 就在小人我家中 在小人我家中 我全说了 包的人立刻传下话去 让牙医压着这秋凤 去找这留三 把这人头刨出来 是 牙医压着秋凤走了 这时候一个差役 跪倒在大堂之上 回禀包的人 白安拿到 哎 好 有没有 你 那我看你 你 好 我看你 你 好 我的 我看你 有没有 你 不 你